开场 灯亮 13位演员徘徊游走在布满沙土的舞台 没有对白 仅有动作揭开序幕 这是洞见题剧团的舞台剧离家不远 我呈现的是一个家庭 然后这个家庭的基地 是在所谓沙土上面 它是一个不是那么牢固的一个基地上面 很有趣的是就是我们要求演员 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踩在这个沙土上面 所以他们是视而不见的 所以那个意义就由观众去产生 农历年的团圆饭桌上大家闲话家常 而这个家庭的故事就建立在松散 基地不稳的沙土上 呈现虽然表面平和 但其实暗潮汹涌的家庭故事 时空的共鸣点就是过年 过年每个人都会基本上就是会过年 然后过年我就要提问说 有些人是很幸福的 那有些人是很压抑的 然后我听到的故事都是不太愿意留在家里 太多天过年的那种故事特别多 所以我就想说特别想要关照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到底为什么不想多留几天在家里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可以很容易共鸣的一个问题 大姐你知道什么华丽叫华丽吗 你说这个小表弟啊 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小时候 我喜欢一些华丽的东西 布洪珍邀请十三位演员分享亲身经历 共同创作《离家不远》 而这出剧曾在2012年首远 今年召回原班人马演出 还特别加入另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他是一个小孩 然后这个小孩在六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他是大姐会幻想看到他 所以在他眼光里面 他一直都是存在的 他在其他场次 他就像刚刚那样 他会很安静地坐着 或者是在沙徒里面去玩沙 我这个故事叫做华丽的动感 不好意思 我说一下 通俗而平易近人的家庭戏码 透过离家不远折射出每个人的故事